上蕩百年 七世大官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官 1921年 神州大帝出现了一个叫苏联共产党远东支部的组织 从成立那一天起 他就一直造假 树立他的英雄人物造假 编织历史事件造假 为美化他的一个个领导人也造假 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宣传灌输下 中国人不知不觉接受了他撒下的一个个弥天大谎 共党2009年抛出的双百英雄模范人物 这些人物忠于匪党 忠于老毛 是给共党洗地用的小人物 悲催的事 董存瑞被共党选进名单 吹成英雄 被共党洗脑中国人做嫁衣 恭请新人订阅七世大观 谢了 好 书归正本 说到董存瑞这个名字 不少中国人的眼前马上闪现出一个 双腿岔开 单手拖着炸药包 顶住桥形碉堡 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形象 这是因为1956年的同名电影在中共的大肆宣传下 不仅家喻户晓 远播海内外 而且被先后写入了小学课本 军史和党史 然而 真实的董存瑞和电影中的董存瑞 是一样的吗 最先质疑董存瑞这个形象的 正是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 1996年 他在接受大众电影杂志的记者采访时 第一次披露 他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半年考察论定的 2006年7月 大众电影第八期发表了访问季 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 介绍了郭维创作的过程 文章中写道 在真实中 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 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 更重要的是 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 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 当时 董存瑞没有带架子 瞧肚子上也不能放炸药 战斗结束后 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 于是 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 另外 在中共央视制作出版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 导演郭维讲到 志顺义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的 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 他找不着他了 以后怎么知道 确定他是拖着炸药包炸的呢 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 因为谁炸的不知道 的确没有目击证人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真的只能是个传说 显然 80多岁的郭维既没有说谎的动机 因为自己指导的董存瑞1956年还获得文化部一等奖 他更没有必要给自己参与塑造的英雄身上泼脏水 那么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披露这一形象的拔高过程 并还原真实的董存瑞 将真相告诉世人 郭维的言论被公开后 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和对董存瑞的质疑 而董的家人 生前部队 战友等则联手将大众电影 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和电影导演郭维告上了法院 以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斌大校 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 志顺义的儿子志海川 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等为代表的 认为董存瑞手托体炸药包炸碉堡 是真有其事 但他们的证词却多处自相矛盾 有明显的漏洞 比如 自称亲眼目睹了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志顺义 在这个情况下 把炸药包举起来了 顶住炸药 我一看炸药着了 冒出烟来 我就急了 我爬起来就喊 我说你放下 你放下 他一看我上去了 他说卧倒 你快趴下 最后他高呼一声 为了新中国冲啊 但事实是 为了新中国冲啊 这句话 是电影中为塑造主人公形象杜撰出来的 因为当时就连中共领导人都不知道何时能夺权建政 更遑论董存瑞这个小班长 而且 董存瑞一篇的编剧赵桓也证明了这句话是他创作的 明明是电影里的虚构 却被志顺义回忆成了董存瑞亲口对他喊的 要么是他被电影感染的太厉害了 真假虚实都分不清了 要么就是他出于私利 有意造假 拔高死人 加持活人 如此看来 他的话又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 还有其他自称知情者的回忆 也是自相矛盾 网上证据繁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 而最可疑的一点是 1949年以后 真正站出来解说董存瑞炸碉堡的只有志顺义一个人 如果当时很多人都看到董存瑞炸碉堡 这么多年 他们都会站出来成为董存瑞事迹的宣讲者 但是这些人在哪里呢 虽然官司最后以双方和解告终 但董存瑞是否如中共宣传的那般死去 可能没有人知晓 不过其为祸国殃民的中共死去倒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这样的死 轻如红毛 根本不值得 此事也将随着中共的消亡 而不再会为人们所提起 中文字幕称之后 继续中文字幕议 中文字幕称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